我们接下来介绍第八章 是一个抑郁症的一个个案 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个案 把我们今天学到的知识能够运用起来 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在接诊一个抑郁症的个案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这是患者的一般情况 这是我自己在门诊的一个患者 这是一个王女士 24岁的单身女性 她在一家繁忙的律师事务所 担任这个律师助理的工作 那么她的讲述是最近三个半月 会出现这个情绪低落 高兴不起来 经常有明显的疲乏感 打不起精神 然后说曾经特别热爱工作 但是逐渐丧失兴趣 没有动力了 担心业绩下滑会导致自己失业 然后工作的时候注意力集中困难 然后做决定也很困难 与人交谈的时候会有轻微的这种反应迟钝 睡眠也不太好 然后会出现身体上的疼痛和这种紧绷感 身上还会有其他的不适 还会出现心慌胸闷焦虑紧张 既往是个人史和家族史没有什么特殊的 它的个性是内向敏感 自我要求高 另外呢我们也询问了这个有没有这种造狂和轻造狂的发作史 它是否认的 是没有的 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就要识别主要的这个症状特征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之前也学习了 抑郁症的症状 包括它的这种情绪的症状 躯体的症状 认知的症状 那么我们把这个症状 然后跟它现在的临床表现去对号 看看它到底在每个范围内 它有哪条症状是符合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它有几条症状是符合这个诊断标准的 第二部分呢是病情的评估 然后包括临床的评估和量表的评估 临床的评估呢 我们看到这个病人是24岁发病 没有明显的诱因 3.5个月的一个病程 它的临床特征呢是有情感症状 躯体症状 认知症状 另外没有幻觉和妄想 也没有这个躁狂或轻躁狂的这个八座史 它这个临床症状 对日常工作是有影响的 另外呢也进行了风险评估 是目前没有自伤自杀的风险 又进行了量表的评估 它的PHQ9就是是16分 体式是重度的抑郁 SDS抑郁自评量表78分 也是重度的抑郁 SAS63分提示是中度的焦虑 那么这个患者呢通过评估之后呢 我们就要做诊断了 诊断什么呢 就是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 另外呢伴有焦虑痛苦 它的特点是焦虑也是比较突出的 它的焦虑痛苦的那个好几个条目也是符合的 第四步呢我们就建立综合治疗的方案 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的这样的方案 那我们在药物的选择上呢 因为它是伴有焦虑的抑郁症 那我们在选择上呢 就是像这个SNRI类的这个抗抑郁药呢 其实对抑郁治疗的同时 对焦虑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我们是会考虑患者的临床特点 当然也会考虑他的年龄啊 他的经济承受能力啊 使用的方便性啊 当然临床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个患者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问题又很年轻 经济能力也没有什么问题 服药也很方便 那么我们给他选择的 就是SNRI类的这类的药物 对他来说还是比较适合的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就是知识性的心理治疗 认知行为治疗 还有物理治疗 重复经浓磁四季的 这样的一个物理治疗 那在治疗的疗程上呢 我们是全程治疗 他是通过了8到12周的 急性期的治疗 巩固期的治疗也做完了 那维持期的治疗 那要看他的情况 就是他到底是还要不要做这个维持期的治疗 当初我跟他讨论的时候呢 患者觉得我还是维持吧 因为这样维持心理是比较踏实的 这是有一部分患者 他会希望这样能够更踏实一点 那第五部分呢 我们就是那个评估他的疗效 就是第五部分呢 我们都要进行什么样的随访呢 在两周的时候 我们要评估副反应和疗效 两周我们把副反应放在前面 其实两周的时候 疗效应该不会太明显 因为抗疫药取效是比较慢的 两周来医院一次 主要是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有没有什么副反应 那么这是两周我们要做的 在四周的时候 我们是要评估疗效和副反应 四周的时候 我们就把疗效放在前面了 疗效是更重要的 然后也要评估副反应 还有治疗中的医从性 就是他是不是药都服了 他有没有漏服啊 是吧 有没有断药啊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八周的时候 我们要评估疗效 评估他的副反应 治疗的医从性 家庭的支持系统怎么样 在八周的时候 我们就把家庭的支持系统 纳入进来了 因为在这个阶段 家庭能够给予他 更多的这种理解和帮助 能够有利于他的 这种疗效的一个巩固 十二周的时候 评估疗效 副反应 认知功能 十二周的时候 我们要看他的认知功能的 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那么十二周 还有他的社会功能 我们在这个阶段 就是急性期结束了 应该八到十二周 急性期结束的时候 我们除了评估 这个抑郁症的这个疗效 然后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 治疗的医从性 同时要对他进行健康教育 因为很多患者觉得 在这个阶段 治疗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我就可以停药了 这很多患者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告诉他 其实你也就是急性期结束了 急性期的疗效还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维持治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健康教育 之后的随访频度 那么要看病人的接受度 然后我们根据病情来 如果病情比较稳定 他一到两个月来一次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评估 是包括除了我们急性期的评估 还有我们在随访过程中的 这样的一个评估 那这就是我们 就是针对我们之前 学习的内容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 把它串起来 总之呢 就是当我们接诊一个患者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对他进行这个病史的采集 这个病史包括这个腺病史 希望是个人史家族史 然后我们要主动的去询问这个风险 有没有主动的去询问 他有没有这个双向 就是造狂 轻造狂的这样的一种临床表现 那这是我们在这个病史采集 然后我们在进行精神检查的时候 要澄清他的每一个症状 是不是达到了诊断的标准 然后最后做出一个诊断 做出诊断以后 我们最好再看看他的临床特征 是哪个临床特征是比较典型的 然后呢 我们在治疗上呢 是根据他的临床特征 选择一个适合他的用药 然后之后呢 我们再观察他的疗效和副反应 然后督促他完成这个全程的治疗 如果我们在这个心理咨询的过程中 我们接诊了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在治疗的过程中 发现他的病情是越来越重的 然后呢 而且他存在这个自杀自伤的风险 那么我们建议 如果是作为心理咨询师 或者心理治疗师 我们建议将这样的患者 转接到精神卫生机构 这样有风险的患者 如果我们单纯的是做这个心理治疗 然后那么还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们建议找精神科医生去评估一下 这样呢 能够保证患者的安全 好 我们这个案例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